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麦子学员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实际上了将我们以前的测试脚本按照功能呢 拆分成了单个的函数 然后在我们测试用力中只需要去调用这些函数呢 就可以完成测试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脚本 虽然我们已经把这个 每个功能给拆分开了 但是呢在我们测试脚本这个行数中呢 我们的数据还是和我们代码绑定在了一起 那我们理解的情况第一步 我这些数据可以放到全局代量中事先定义好 然后呢直接引用就可以 第二个我们所说的这些全局的数据 我们可以从 数据库文本文件或者一个赛物中的给读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去做测试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配置文件 数据文件准备好就可以了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来实现这个功能 那么在实现之前呢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 我们 要剥离用户数据的话 首先我们一定要设计好合理的数据结构 第二个我们要设设计 数据读取模块 将我们的数据要从我们的配置文件 也就数据文件中 给读取我们的测试数据 那么如果在后续我们讲 集成测试就是使用某些框架 去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呢 他的道理也是这样的 使用 关键字 使用那个数据进行驱动 每一个数据配备一个操作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先 抛弃那种思想 先使用 我们现有的方式来完成当前的任务 那我们这边其实就是将我们 主要的三个功能 封锁成功行事 OpenURL 找到元素 发送 见值 然后呢背后查一个错误 那我们这些数据呢 大家来看 他都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重新 结合我们代码 大家来看 我们这边呢是使用字典的方式 来查找相用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结构 它的一个设计呢 我们就使用字典 那比如说 我字典中规定一个URL 那么就是我当前要测试的网站 你testID 我们就找的就是登录的 那个元素 点击一下 弹出 我们输入的账号 然后呢根据相用的 UserID 所对应的 值 去查找 查找完之后呢 我们就 输入相用的信息 然后呢 简单一下 错误条件 那么这个呢 针对于麦子学样这个测试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 完成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具体的 完成我们的编码任务 大家看我现在呢 先把我们这些全局的数据 给他 拷贝一下 放到我这个 闷中 在这里呢 我首先要把这个数据组织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些数据给他拷贝出来 大家看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字典中继续 添加元素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每一个 行数中 他对字典的一个使用情况 大家来看 他这边呢 基本上都是使用 键值 来查 使用键来查找相用的值 包括我们这个 fine element 和这个 syn x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信息呢 都 添加到我们 这个字典中 那我们把它合并一下 比如说第1个我要填个ur 冒号 那么现在呢 他就等于我们这个 ur ur有了 tysid有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数据给他添加到字典中 大家看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一套的 测试数据 我们把它 这个去掉 然后我们调用的时候呢 就需要在这里传一个字典进去 前面这些我就留着 那我们再把这个tys改一下 传一个字典进去 那么在这里打开ur的话呢 我直接就这样了 dict 他的 ur 然后我们查找错误呢 这边也就变了 这边也就变了 比如说我这边是 arrow id 他这边就变成了 这个 该账号 格式不正确 那我这边呢 也就变一下 都传这个字典进去 这边就传一个 r id 那么大家来看 他这个时候呢 我每一个测试用力中 他的数据来源 大家看 都是 从我这个 字典中来的 那相反来运行 这个代码 看他执行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我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我们的最大化 然后弹出登录框 输入用户门和密码 点击登录 大家看 这个测试过程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呢 就完成了 第一步 将我们的 数据和我们这个代码呢 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拆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做第二步了 将我们的 用户数据和我们这个 组件呢 我们给它分开 大家看在这里呢 我这个用户数据 usercoin和pwd呢 它是 放在 整个 字典中了 但是呢 我们的用户 比如说你后面我那个账号 我要测100个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否要定义100个字典呢 然后对边巡行 运行 那个循环运行100次呢 那么这个是不合理的 那么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就需要把这个提出来 那么这种数据形式呢 我们使用的是 列表 user list 等于这个列表 那列表里面呢 它是由字典来组成的 这个字典就是我们这个值 如果有一组数据 我就加一个字典 如果再有一组数据 那我再加第二组 那么然后我这边传的话呢 我就把user类似给它传进去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Login Test 加一个参数 user 类似 但来看这一块类似 是一个 字典 所组成的列表 那么 那么 带来看 在这个发送值的时候 那么在这里是不是我要做一下处理 for arg in user list 然后呢 我去做 相用的操作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所传的值 这边就变成了arg 因为这arg呢 是我们列表中的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呢 就是我们一个账户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path那块 变成不太熟悉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 看前面卖子学院的一个课程 把这块 编成这块一定要掌握了 那么这样再来看 我发送一个 简直 然后呢 点击 登录 然后并且查看我们这个 结果 那么这样我一个账户的是不是测试就完成 了 那么下面我们预计的代码看有没有问题 首先我们要打开流浪器 然后呢 最大化 点击登录 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大家看 这边呢 测试结果是正常的 我们来看一下log信息 是 connt and pwd 这边呢 我们再做一下优化就是可以 发送的时候呢 把这个arg 也传到这个checkout中 然后呢 把这个账户打出来说明我是正确的 这个我们后面再做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们这个网站 我们需要做一个注销操作 才能进行 第2次 也就是第2个账户的认证 就是每一次登录成功 我呢都需要先注销一下 那注销呢 是我们后面再讲 我们这几个呢 主要是实现了什么呀 把我们这个数据 从我们 代码中 摘理了出来 那我们的数据格式呢 基本上也是 设计完成了 那我们下一步的内容呢 就是把这些数据呢 要保存到文件中 然后写一个 文件 读取模块 这些读取模块呢 把文件读取出来之后呢 组织成我们这种想要的数据结构 然后呢 我们这个 主程序 测试这主程序 直接调用 我们就可以完成相关的 账户的一个测试 那么回过头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数据 我们整个整个测试的结构 当模块有了 然后我现在需要组织这个数据 用户数据模块 用户数据模块 需要从 文件中读取 内容 组织成 我 测试代码 所需要的数据结构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下一节课来实现 好 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 实现了 将我们的数据 和我们的代码 剥离开来 好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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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